当地时间9月10日,首届中拉人权援助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这是中国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首次开展人权领域机制性交流研讨活动。 超过120位中国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的人权领域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及有关社会组织、智库、媒体代表 共同就人权发展合作、展开讨论、凝聚共识。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白马赤林发表致此指出, 自16世纪中拉两大文明相遇以来,双方之间交流交往不断深化, 在多个方面结出了文明互剪之花。 在人类文明交融涵养和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倡议引领下, 中拉人权理念更加契合,所走的人权道路各具特色。 中国驻巴西特命全权大使朱青乔表示, 中国和拉美虽远隔重洋,在历史进程、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 但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奋斗中肩负共同责任。 人权事业没有固定样板,也没有现成答案。 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 中国和拉美虽然远隔重洋, 在历史进程、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异, 但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奋斗中肩负共同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毅表示, 人权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课题, 是人类对我们是谁这个亘古哲学问题的不断回答。 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应相互尊重、彼此欣赏, 通过广泛对话交流凝聚人权共识, 共同为实现人人得享人权的崇高目标持续努力。 对此,巴西弗鲁米嫩赛联邦大学副校长莫尼卡·萨维德拉指出, 该学府正在人权研究领域与中国在内的全球各个国家互动。 今年是中国和巴西建交50周年, 中国与许多拉美国家建交也大都接近甚至超过半个世纪。 今年还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10周年。 10年来,中拉双方共同致力于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 首届中拉人权园卓会由中国人权研究会、 中国人民大学、巴西弗鲁米嫩赛联邦大学共同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巴西弗鲁米嫩赛联邦大学法学院共同承办。